实在是太惨了 这个可怜的女孩刚刚被43名禽兽轮番侵犯 她无助地趴在地上 身体止不住发颤 房间里充斥着她绝望的哭声 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这43名禽兽就应该被千刀万剐 可事后他们却被无罪释放 而他们的家长更是变本加厉 逼迫女孩公开道歉 承认自己是狐狸金勾引他们的儿子 多荒唐啊 而这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现实远比电影残酷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桩让人绝望到窒息的案件 悲剧的主人公名叫公珠 谐音公主 可她光有公主的名 却没有公主的命 正处于花季的她热爱音乐才华横溢 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歌唱家 可她那破碎的家庭成了她梦想路上的最大阻碍 父母关系不合早早离婚 母亲近身出户改嫁他人 本以为父亲会好好疼她 可实际情况是整天依旧买醉 对她不管不顾 公珠无奈只能自力更生 白天在学校里努力学习 晚上就到便利店打工贴补家用 和闺蜜一起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生活还算过得去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她比同龄人懂事很多 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个苦命的孩子 这天晚上 她照常在便利店上班 一个年轻小伙冲进店里开始零元购 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便利店老板的儿子阿东 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 遇到一个合适的人 公珠竟对阿东产生了一丝丝好感 而正是这一丝好感让她坠入深渊 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总是在一起玩音乐 二人因此逐渐熟弱 公珠发现阿东脸上总是带着伤痕 可每当问起 她总是眼神闪躲支支吾吾 直到公珠看到这一幕才明白 原来阿东一直在被校爸欺负 她想上去帮忙 可自己只是个弱女子又能干嘛 晚上下班回到家 她发现门口摆满了臭血 走进屋 是一窝男人 阿东赫然坐在人群中 原来阿东的表姐也就是公珠的闺蜜 为了帮弟弟摆脱困境 主动邀请这群校爸到家里做客 好吃好喝招待着 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欺负弟弟 然而一味的妥协 换来的只会是变本加厉 他们趁机灌醉了姐姐 并拍下了大量不雅照片 一群人一脸猥琐的欣赏相机里的杰作 嘴里满是些乌言晦语 阿东想要阻止 却被校爸一个眼神吓退 他畏畏缩缩推丧着姐姐 让他清醒些回房睡觉 嘈杂的声响吵得公珠睡不着 想让他们安静点 却意外听到他们正在密谋 要把闺蜜给办了 阿东只是一个劲摇头 连个屁都不敢放 公珠实在看不下去 大声呵斥让他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喝得七昏八素的众人自讨没去 正准备离开 可临走时 公珠的一句话 又让他们生起歹念 在他们眼里阿东就是一条狗 他们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 还轮不到公珠指手画脚 说着就当着他的面开始对阿东动手 阿东依旧默不作声不敢还手 公珠掏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就把韩国警察搪塞过去 只因他们各个家庭显赫 仗着家里有钱有事为所欲为 经过这一番折腾 孝爸们赖在家里不肯走了 还让公珠准备夜宵 答应吃饱之后就离开 天真的公珠信以为真 殊不知 这群禽兽已经盯上了他 把一包不知名的白色粉末倒入啤酒 然后搅拌均匀 递给女孩 只要把这喝掉 屋里的43名孝爸就会离开 公珠平时滴酒不沾 本想拒绝 可看到阿东脸上的伤痕 迫于无奈还是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然而他还是过于天真 这群人渣并没有信守承诺 紧接着便发生了那惨绝人寰的一幕 43名禽兽轮流将公珠侵犯 不知过了多久 阿东的父亲找上门来 看到屋内的混乱 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他却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带着儿子转身离开 公珠在地上无助地啜起 他选择视而不见 因为儿子也参与了其中 不久之后 恶好传来 他被检查出怀孕 不知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 于是选择了自杀 早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悲惨的生命 亲眼见证了闺蜜的死 公珠决心让那群禽兽付出代价 他搜集资料来到警局报案 警察却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 那晚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 这怎么说的出口啊 分明是让他经历二次伤害 最终 警方已没有足够的证据拖延调查 那43名禽兽全被保释了出去 不久之后 消息传到了学校 此时此刻 校长想到的不是学生的利益 而是学校的名声 真是让人心寒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群禽兽的家庭非富即贵 早早就用前世将此事摆平 这件事后 公珠明白了一个道理 并不是所有事都有公道 被逼无奈 他只能选择转学 虽然换了新的环境 但那件事带来的痛苦始终挥之不去 为此他专门报了一个游泳班 因为他害怕哪一天也会像闺蜜一样想不开跳河自己 但学习游泳需要先体检 他再三嘱咐护士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女医生 然而来到体检中心 迎接他的却是一个男医生 尽管男医生举止温柔没有任何恶意 但回想起先前悲惨的遭遇 还是让他感觉生理不适 最后强忍着恶心 总算是做完了检查 他想积极面对生活 可每当鼓起勇气 就再次被不堪的记忆拉回原地 他找到多年未见的母亲 想要寻求安慰 却发现母亲早已有了新的家庭 他不敢告诉母亲自己经历的人间炼狱 而母亲顺其自然地以为公珠只是来找自己要钱的 一番交谈过后 母亲塞给他一些钞票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公珠攥着手里的钱 彻底陷入了绝望 好在新学校里的同学非常友好 因为唱歌好听 他结识了一群好姐妹 一有时间 他们便汇聚在一起玩音乐 在姐妹们的带领下 公珠渐渐变得活泼开朗 甚至可以拿过去开玩笑 这天 闺蜜问他接过吻吗 没想到公珠直接回答 殊不知 他口中的43个不是人而是禽兽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生活即将慢慢变好时 厄运却再次找上了他 女孩被43名禽兽轮番侵犯 一向对他不管不顾的酒鬼父亲 却突然找上门来 让他不要报警 随后骗他签下一份文件 嘴上说着会为他讨回公道 背地里却收了禽兽们的赔偿金 和他们达成协议 刚刚签下的那份文件便是和姐叔 然而 更令他绝望的是还在后面 父亲还把他新学校的地址 卖给了禽兽们的父母 在得知签下和姐叔就能为儿子们洗脱罪名后 家长们纷纷冲进公猪的学校 咒骂他是个狐狸精 勾引自己的儿子犯罪 什么样的家长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 在是非趋直面前 他们不惜歪曲事实 将一切过错都归在受害人身上 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公猪被铺天盖地来的谩骂下的惊慌失措 仓皇躲进一间教室 而那些疯狂的家长们却一直穷追不舍 他躲在角落里无助的啜起 一幕幕不堪的画面再次在脑海里闪现 他甚至开始怀疑 难道真是自己的错吗 他努力回想案发时的细节 是自己穿着暴露还是自己主动勾引 答案都不是 此事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 校长满口仁义道德 说学校是神圣的殿堂 不能被他这种人玷污 为了学校的声誉着想 他再次被扫地出门 事到如今 公猪已经孤立无援 有好心人劝导他 与其纠结过去 不如面向未来 接受禽兽们的道歉 签了和解书还能拿到一笔不菲的签字费 何乐而不为呢 好一个接受道歉 好一个面向未来 对于那几十个禽兽们来说 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签字 可对于公猪来说 这是无耻的妥协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自己明明才是受害者 却一直在遭受二次伤害 他赶紧打电话给父亲 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 可父亲早已收了禽兽家长们的钱 代替他签下了43份和解书 此刻正在酒吧潇洒买醉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欢快的歌声 公猪的心如刀脚 始终无法相信 亲生父亲竟会为了钱 把自己的女儿推向深渊 心灰意冷的他 又给闺蜜打去电话 而此时的闺蜜正好看到了 网上那些抹黑公猪的言论 一时之间不知道底该相信谁 在犹豫了片刻之后 还是没有接电话 公猪彻底绝望了 一系列痛苦的精力涌上心头 被43个禽兽轮番侵犯 被施暴者家长唾骂威胁 被母亲抛弃被父亲被刺 被社会舆论抹黑被闺蜜不理解 就这样 他被一步步逼入深渊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东西值得他留恋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清晨 微风吹拂着树梢 汽车在大桥上穿流不息 公猪从桥上一跃而下 投进了冰冷的河水之中 求生的本能让他奋力划水 可还是在湍急的河水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像现实一样 尽管他再怎么努力积极面对生活 可总有绝望给他迎头痛击 也许 这纵深一跃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